老師好 如果你有用Google Classroom做上課的時候呢 我可以在這裡打 所以在Canva 搜尋中 C L A S S R O O M 再加個Google啦 這樣比較完整一點 來搜尋 搜尋的話 你現在看到這些尺寸 就是可以放到Google Classroom的 就挑一個你喜歡的吧 Google Classroom 老師 我覺得這個Style我有點喜歡 那我就使用這個好了 那使用這個 當然你不會用這個 你要改啊 改文字 改圖片啊 好 來 時間的關係我們打這樣就好了 那這個圖我不想要 我想要那個可愛的那個 呃 這個在哪裡 把照片選起來 對不對 我的照片是在上傳喔 對不對 我的照片呢 就選我這張 點了就進來 我想把它放在 放在那個 相機裡面或是什麼 再點編輯影像 這功能叫Smart Mocup 這個 來 我就找一個這個手機的存 那個那個 那放這邊好了 點起來 那就把它放進去了 好 我們就先介紹我這個 那接下來就下載囉 其他我就不做了 分享的時候再點下載 來 PNG 尺寸比較好 那 Google Classroom的尺寸 就是1920x480 所以直接點 這個 點下載 這是下載的進度 那給老師看一下 好 那現在我開一個新頁面 去哪裡呢 我的 Google Classroom 它真的蠻智慧的 什麼很智慧呢 譬如說我要做 YouTube的縮圖 或是 YouTube的頻道的頁面 誰不通通 來 我進到 Google Classroom來 那我現在點這個課 點這門課好了 要我做的才可以喔 這個我做的 只要都刪掉了 來 點自訂 再來點上傳 我們剛做的最新鮮的 剛出爐的 在這裡 傳上去吧 傳上去的時候 這尺寸剛剛好 所以在這裡呢 我可以拉的大小就剛好一樣大 你看見嗎 來 再點課程主題 所以下次你在 Google Classroom的主題呢 就長這樣了 就變這樣 好 那今天的研習 我們就到這裡 謝謝老師參與今天的研習 謝謝大家 我們下午一點一點開始